- 炸这个油多久换一次,一次一换 - 今天是几车? - 今天四车,这是第四车,大概有2500斤左右 - 你们那个猪蹄就挂一下,清理还烧毛吗? - 销过了,干净就是- 哦,干净的啊 - 这个是后蹄是吧? - 后蹄 - 都是新鲜的吧? - 新鲜的 - 新鲜的 - 新鲜的 - 又一锅猪蹄,下锅焯水 - 清洗好以后啊,然后刀在中间割开来,下锅 - 串 - 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水的猪蹄 然后油炸 你看这个操作场面啊 确实量是相当的大 打掉油炸 这个啊就是网络猪蹄最关键的一步 油炸 快的15秒慢的30秒 就锅热的话15秒就可以 这边油炸 这边继续焯水出锅 这还要下点放牙膛啊 炸的还是蛮快的啊 你看一会儿小车 对成小山了啊 走走走走 赶去走走走 下电灯啊下火了来 好好 拉过去啊 啊对对 从村子里出来啊 这个就是网络的主干道 你能看到的蒙面房啊 百分之九十全是卖猪蹄的 全是猪蹄 这个镇上啊 据说有两百多家 卤猪蹄的 这个太震撼了啊 他这个啊是后厂去处理 然后 拉到他这个蒙垫 来 哎呀 再来一把 一撤啊 这个一锅要煮多久啊 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啊 好啊 三纳桶开始的卤制 对 最后一车了 哎呀这车多 倒车请注意 倒车请注意 这车要多一点哈 好啊 就是一部分今天卤掉 一部分放里面堆起来明天用是吧 你看啊 这个堆成了山的柱体啊 好啊 老板娘还是低调啊 老板娘还是低调啊 二十六一斤一千斤不得就两万六嘛 好啊 主题出锅 今天要煮多少斤啊 出锅前半斤吧 这是五香的啊 这是五香的啊 五香的 猪蹄猪尾巴 就每天出锅以后要晾凉是吧哈 哦 对啊 能量的包装都带走了 这个挺壮观啊 今天要搞几锅啊 早上八锅 晚上八锅 你看 一千斤一千斤 好恒烂啊 一千斤一千斤 好恒烂啊 你们算是这条街生意最好的啊 差不多都可好 这个干了多少年呢 十七八年了 十七八年啊 这条街上有多少猪蹄统计过吗 大概都六百点左右吧 二百家啊 上下都挺好的 这个是先炸后卤啊 刚才我们看到炸的过程 你看猪蹄卤完堆成山晾凉 这个场面啊 只有在 许昌乡城王洛正才能见到 好 像这个台面上这个有多少斤呢 这地方大概六百斤左右 还没烙烙罐呢 一会儿烙出来多 给辣的东西小千斤吧 小千斤 这种最好吃的 可以吃完就吃了 两个 我去吃和乐面 就这儿撑一下 好 二十六一斤啊 这种小千斤是三十 三十啊 三种醉 要个正中卖四十年卖回 五种关键俩销了 好嘞 来呀 看 王洛耿老三猪蹄 哦 它这个香味真的足啊 一个是猪蹄的香 一个是那个香料的香味 你看 这口已经凉了 刚才我们中午在甲县吃的和乐面 但是不让带进去 只能回酒店我们来尝一下 早上它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刚买到的时候 绝对是特别软烂的 嗯 凉了的猪蹄啊就是非常近的 我们这两个五十块钱 所以我有个疑问啊 网络一条街 快两百家主席 它到底卖给谁 我还太夸张了啊 今天晚上我们到的时候都已经正经了啊 每一家量都非常大 它这个是后蹄是26 前蹄是30 这个价格其实不算贵啊 还挺便宜的 你们老家这种猪蹄能卖多少钱 制作刚才也看到了 它这个是先炸后卤 先焯水再炸再卤 你看这个蹄其实啊 它是油炸过了 就是那种起焦的 它能不香吗 对吧 这个蹄子属实也不小 我们买的是前蹄猪尾巴60 许昌乡城王洛正 如果你过来附近啊 然后离的不远 可以来看看 真的啊 一条街200多家猪蹄店 真的会把你镇定啊 哎呀我们就不撕了 直接啃